欢迎你来跟书彦学中文 这里是终极班的成语课 今天我们学习成语 一败涂地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 惨败 彻底失败 完全失败 一败容易理解 就是说一旦失败 一场失败 那又怎么样呢? 为什么要说涂地呢? 这两个字的意思是 打了败仗的士兵的肝脏和脑浆涂在地上 那他一定是死了 再也不能作战了 听上去很可怕 是吧? 当然 现在用一败涂地 没有这么惨 就是个比喻 比如说 昨天考试 我一败涂地 跟他们赛篮球 我们一败涂地 我希望 以后你用这个成语的时候 说的不是自己 而是别人 我们的敌人 一败涂地 他被我打得一败涂地 好 接下来我读一下关键词 是 好 接下来我再用正常语素 把这个成语讲一下 一败涂地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 惨败 彻底失败 完全失败 一败容易理解 就是说一旦失败 一场失败 那又怎么样呢 为什么要说涂地呢 这两个字的意思是 打了败仗的士兵的肝脏和脑浆 吐在地上 那他一定是死了 再也不能作战了 听上去很可怕 是吧 当然 现在用一败涂地 没有这么惨 就是个比喻 比如说 昨天考试 我一败涂地 跟他们赛篮球 我们一败涂地 我希望以后你用这个成语的时候 说的不是自己 而是别人 我们的敌人一败涂地 他被我打得一败涂地 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了 再见 非常 Praise to Dr. quedao international thanks to Dr. leo august allow jeżel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